是的 特派園大卡 怎麼搞的 今天拿到任務卡 但是我的小幫手呢 怎麼等那麼久 小幫手在哪裡 你們一來就很可怕 一直跳... 好囉 草莓 草莓 草莓嗎 來囉 我要問一下 你們知不知道 我們今天要找的東西是什麼 草莓 草莓嗎 番茄 番茄嗎 還是草莓 Ryan你說 番茄 番茄 所以你們三個都確定 你們要找番茄嗎 這是番茄還是草莓 番茄 草莓 只有你說草莓 答案就是番茄 好啦 小幫手 那我們出發去找番茄吧 GO 問問... 問問這個帥哥老闆 你們說你們要找什麼 先吃一人一喝 最喜歡的糖 這麼好 一個給你再拿一個 你可以再拿一個 沒關係啦 他好客氣喔 我這個就是專門餵小孩子 準備的 搞得今天好像萬聖節一樣 那我們先問老闆說番茄在哪裡 老闆 番茄在隔壁 最好的番茄 有機的番茄 走走走走 我們剛剛要吃完糖果 開不開心 開心 你們有找到你們要的嗎 你看 這是湯 那我們找到我們要的任務了 我們要買三顆番茄 老闆我們要買三顆番茄 好 賺一百零一 剛剛買一百零一 賺一百 賺一百塊 一百塊神訓給錢 謝謝你 謝謝 有了... 謝謝 大番茄跟小番茄 有什麼不一樣的你知道嗎 大的比較... 大的比較... 謝謝 大的比較大 小的比較小 這個答案有回答 跟沒回答基本上是一樣的喔 但是大番茄跟小番茄 確實不一樣 至於... 太低了 至於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馬上來問問看老闆 OK 好了 那我們要來問一下老闆 大番茄跟小番茄 有什麼不一樣 你問他 大番茄跟小番茄 有什麼不一樣 一般來講的話 小番茄有人是當水果吃 那也可以配沙拉 可以直接生吃 那大番茄的話 做料理會比較好 喔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知道 我們剛剛挑的番茄 漂不漂亮 老闆啊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番茄要怎麼挑選 一般這個是牛番茄 那這個番茄是有機的 所以它的長相可能沒那麼漂亮 但是它非常的平衡 第一個它沒有用農藥 再來它也不用化學肥料 所以長出來 你吃到的東西 那是它的原味 那一般我們挑的話 牛番茄呢 可以挑大概軟硬四中的 軟硬四中 什麼叫軟硬四中 來Rachel你摸摸看 這樣軟的還是硬的 硬的 唉唷 有一點點軟 可以捏一下 有一點點軟 是 如果你太軟的話 就表示它已經過熟了 那再來挑番茄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地 如果它是綠色的 這表示它很新鮮 那如果說已經乾了黃的話 可能就是沒有 不是那麼新鮮 喔 所以還要看這個地頭 知不知道 所以你們知道 挑好的番茄 要挑這個是什麼 綠綠的 對 沒錯... 你們有聽過一句話嗎 番茄紅了醫生的眼就綠了 所以今天我們挑了三顆 成功的番茄 我們大家一起對著鏡頭說成功 1 2 3 成功